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6 作者 锦西辰 玉泉山的黎明 逮捕四人帮以后 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6日晚上10点钟 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9号楼 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 韦国卿 李德生 塞福鼎等同志 有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 认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手段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是继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一没有枪声的战斗 挽救了党 也挽救了革命 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满天繁星的深夜 在通向玉泉山的公路上 一辆辆闪着灯光的小轿车 响着急促的喇叭 从四面八方即驶而来 从高处望去 市郊像是一个黑色的海面 汹涌着万盏灯火 公路上的车灯 像西山涌近着 消失在茫茫的山影树丛中 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 激动 兴奋 欢腾的气氛 弥漫着全场 好多年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 老同志们都像一下变得年轻了一样 又是说 又是笑 又是喧嚷 相互紧紧握手 拥抱 拍肩膀 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呀 别急 等等就知道了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 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 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 正在商量着什么 突然 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 以洪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人隐声 同志们 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 叶剑英满脸笑容 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一阵热烈的掌声迸发起来 久久不停 一个个凝声屏息的面孔 立刻又竞速下来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 向政治局扩大会议 降述了四人帮的罪行 华国锋说 10月6日 为了粉碎这个 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 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将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他的话音未落 全场爆发起欢呼和掌声 接着 华国锋回顾了党中央与四人帮斗争的历程 毛主席早在1974年10月17日 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 不要搞两个工厂 一个叫钢铁工厂 一个叫帽子工厂 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你也难改呢 毛泽东还批评了上海帮 毛泽东说 他只江青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一再说 他并不代表我 他代表他自己 总而言之 他代表他自己 但是 四人帮毫不悔改 在四届人大前夕 大搞结邦篡党活动 阴谋阻阁夺权 他们经过密谋策划 背着中央政治局 于1974年10月17日 派王洪文到长沙 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 四人帮不服 又由江青出面 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 在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 不要批文件 不要由你组阁 当后台老板 你机缘甚多 要团结多数 自主 江青不听告诫 竟然又托入向毛主席 提出要王洪文 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江青有野心 他是想叫王洪文 做委员长 他自己做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23日 毛泽东又指出 江青有野心 有没有 我看是有 12月24日 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他们 不要搞宗派 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当面批评王洪文 你不要搞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 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四人帮 你们不要搞了 为什么照样搞呀 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 搞少数人不好 历来不好 毛泽东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 再次明确只是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 四人帮的问题 上半年解决不了 下半年解决 今年解决不了 明年解决 明年解决不了 后年解决 华国锋说 四人帮是同民调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 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适世的特殊情况 利用他们具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件 使这次斗争更为复杂和艰险 但是 不管四人帮伪装的多么巧 隐藏得多么深 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 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华国锋激情地说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 一次大流血 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 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 这次胜利 再次证明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全场又一次想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剑英讲话的时候 全场怀着分外激动崇敬的心情 用掌声向他致敬 大家都知道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 他起到了一个重要组织者 指挥者的作用 叶剑英说 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 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他说 毛主席一直对江青有批评 有约束 有限制 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 有很重要的两招棋 第一拙棋 是1974年 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 当着在经政治局全体统治的面 提出江青和四人帮的问题 批评了四人帮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批评他们搞修正主义 搞分裂 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反复声明 江青并不代表我 他代表他自己 1975年 毛主席再次强调说 四人帮的问题 一定要解决 这表明 毛主席早下了坚定明确的决心 叶剑英说 毛主席还有依着旗 就是组织安排 周总理病重以后 四人帮以为 按照原来的次序 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 国务院由张春桥主持 但是 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 给了邓小平同志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 他们就集中力量 打击迫害邓小平同志 直到周总理逝世 叶帅说 邓小平同志被他们推下台以后 他们认为 这应该让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了吧 张春桥应该是总理了吧 但是 毛主席还是不给 最后 选定了 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 叶帅说 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 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这是重大战略决策 叶帅说 毛主席这两招棋 非常英明 为政治局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 奠定了基础 我们想一想 要是没有毛主席 做出这样的组织安排 要是没有毛主席 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 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 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这次粉碎四人帮 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紧张而热烈的会议 连续开了七小时 最后 一致选举华国锋 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6年10月7日黎明 当与会者散去分片分口传达的时候 人们可以看到一道亮光 从东方升起 淡蓝色的晴空下 朝霞辐射着红艳艳的光芒 照耀着玉泉山的山峰 这时 9号楼仍然灯火通明 电话09响不息 叶剑英立即将喜讯通知 被软禁在西山的邓小平 和陈云等其他老同志 陈云高兴地说 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其他老同志都激动地说 叶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了不朽的功勋 叶帅派人看望胡耀邦的时候 胡耀邦激情地讲了中心伟业 人心伟上的名言 他说 第一 而这三句话 就成为后来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史工作纲领 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 感到万分喜悦 1976年10月10日 他在写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 阴谋家 篡党夺权的斗争 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 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 以国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战胜了这批坏蛋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是社会主义道路 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 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 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 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 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万万岁 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人们奔走相告说 现在逮住了四只螃蟹 三只公的 一只母的 在家庭里 在招待所里 在街道的酒馆饭铺里 人们自发的狂欢集会 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 有位将军因为太激动 犯了心脏病 被抬进医院里 中央电台的插曲 这里需要写一段 控制中央广播电台的插曲 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 比如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台等 中央舆论机关 是粉碎四人帮 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 控制人民日报 新华通讯社 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 而控制中央广播电台 则是由耿彪将军执行的 耿彪同志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四军参谋长 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建国后任助几个国家大使 外交部副部长 中央联络部部长 十月四日下午大约两点钟 华国锋打电话给耿彪 要他到家里来一下 耿彪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 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 耿彪就信急地说 你分配什么任务 我都干 华国锋爽朗地笑一笑 单刀直入地反问过去 我还没有跟你说呢 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 你怎么知道 我要你干什么呢 耿彪心中一动 马上笑着说 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 华国锋开门见山 说话不再绕弯 这几天 你待在家里 不要离开 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稍停片刻 华国锋又具体交代 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 你都不要相信 只有我亲自打电话 你听出是我的声音 你在讲话 你明白了吗 耿彪将军严肃地点点头 心领神会地说 我完全明白了 耿彪待在家里 整天守在电话机前 焦急地等待着 往常他都用秘书或家人接电话 可是 这两天却一反常态 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 他就像士兵接受命令那样 心上激动地直打站 急忙抓起电话机来 他一听对方口音 不是山西口音 马上把话截断 他自己也感到奇怪 打了几十年仗的人 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是 激动地寝视难安 突然 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 他三步并坐两步走了过去 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 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浓重的山西口音 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 现在就去吗 耿彪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彪立刻跳上汽车 直奔中南海 当他到来的时候 华国锋 叶剑英 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 华国锋兴奋地对耿彪说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 并且取得了胜利 王 江 张 瑶 已被隔离审查 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 控制广播电台 还有一个卫戍区 邱卫高副司令 跟你一块去 叶帅紧紧握着耿彪的手 慢声嘱托说 要注意两条 一 要防止内部混乱 二 要防止向外泄密 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 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卫高副司令员来到了 耿彪将军望着他 静止问他 你带武器没有 邱卫高坦率地说 没有 你要带武器 耿彪威严地望着他 光你一个人不行 你下边有不对吗 邱卫高说 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彪又问 这个营是那一团的 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同志问耿彪 你要不要带手枪 耿彪说 手枪不必带了 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 好 当即提笔给当时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 电视的领导 中央决定 派耿彪 邱卫高同去 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 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10月6日 耿彪挺直高大的身躯 默默地把信看了一遍 他转身对邱卫高说 光我们不行 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 警备医师的副师长找来 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 华国锋同志又一次向耿彪交代说 一切交给你去了 总的原则是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内部已发生了变化 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彪 邱卫高 和医师副师长王府三个人 马上乘车 及持中央广国电台 这是已经夜十点钟了 警卫营长马上按照首长的指示 挑选了20名战士 耿彪随即带着10名战士 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把华国锋的首令 交给邓岗 邓岗一面看着信 一面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 把剧烈跳动的心压抑下来 他抬起头 看着耿彪逼人的目光 立刻明白了一切 嘴唇吸动了几次 却又说不出一句话 他动也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前 只觉得脊梁上浸出一层冷汗 你们要想打电话吗 耿彪用威严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他向办公室扫了一眼 用手指指电话机 脸上挂着笑容 嘲笑地说 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 电话就在这里打 你打吗 邓岗和耿彪两人相对而望 耿彪的目光像一把钢锥望着邓岗 邓岗也以洞察一切的眼睛 注视着耿彪 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 文革中都被当作走资派挨过批斗 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 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我不打 邓岗心领神会 果断地说 我不打电话 我没有什么寝室的 那好 那好 耿彪那张宝金战火风霜的脸 突然浮起了微笑 他兴奋地用手搔着满头白发 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 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全部找来 开紧急会议 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 准时到来了 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 耿彪以军人特有的作风 立即命令一个卫兵 在门口站起岗 不禁批准 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 在紧张的沉默里 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 从今天起 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 耿彪用红亮的声音宣布说 同时 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 他说 各位至少在三天之内 不许离开这间房子 吃饭 喝水 军队会得送来 耿彪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 不使粉碎私人帮的消息 过早泄露出去 他和电台的负责同志一起 挤在办公室里 同吃 同住 同睡 连鞋袜也不脱 在地板上睡了十夜 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接管中央党报 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 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 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 顶着酷暑炎热 冒着余震 夜以继日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 池浩田同志 在1976年16日深夜 接到中央办公室电话 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池浩田一时忧心忡忡 迷惑不解 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急 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想想林彪 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 自己就是在受点委屈 甚至做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 接近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池浩田回忆说 一进门就看到了耿彪 孙艺青 刘希瑶同志 耿彪同志一见我 呼地站了起来 引着问 你是池浩田同志吗 我说 是 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 大声地说 你来了 我真高兴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池浩田回忆说 耿彪同志 双臂就要拥抱我 我对这位长期从事 外事工作的耿大使 所用的西方礼节 虽不习惯 但又毫不迟疑 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 我们两个紧紧相拥 从桌前坐到沙发上 从沙发滚到了地毯上 我们可等到这一天了 我们终于胜利了 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 胜利了的幸福感 顿时充益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的双臂久久的相抱 我们的泪眼久久的对视 总觉得有千言万语 一时难以起口 不一会儿 耿彪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 猛地一拍桌子 说 我们要去夺权 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的夺回来 正说着 金灯奎同志走了进来 热情地与我握手 他说 浩田同志 这次叫你来 是想定一个任务 烧顿了一下又说 上次你在军报 落了个复辟的罪名 把你搞得好苦 那是四人帮搞的 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 再搞一次复辟 把全夺回来 我们研究了一下 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愿不愿意去呀呀 人民日报 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 我不由地犹豫了一下 说 可以 这时几登奎同志说 时间紧迫 任务很重 中央决定由耿彪同志牵头 主管宣传口 你们研究研究吧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吧就走了 耿彪说 浩田同志 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 咱们就有经验了 我们先分分工吧 我到新华社 刘夕瑶到光明日报 你和孙艺青到人民日报去 你先拿出个方案来 看怎么办好 池浩田回忆说 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 还处于保密阶段 我建议 兵贵神速 马上进驻 用据军事术语 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 耿彪同志 让我和孙艺青 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 给他们做示范 我和孙艺青同志商定 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 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 那个负责人谈话 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 公布给他 看他的态度如何 同时 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 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彪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 说 事不宜迟 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 我和孙艺青 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对那个负责人 早闻其名 他在人民日报 闹出了许多笑话 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现在说起来 不仅可笑 而且可悲 让这样的人来管党报 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中央的介绍信 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 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 他稍高的个儿 长长的面旁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进门后一声不吭 看了我们一眼 就坐下了 被往椅子上一靠 二郎腿一敲 摆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威风 池浩田说 我强压了压火器 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 你是鲁英吗 他嗡了一声 我说 你认识我吧 他眼皮也没翻 慢腾腾地说 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 干过的池浩田吗 听说你到北京军区 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他的话查 该谈正事了 我说 既然认识 那就不用介绍了 他仍旧敲着二郎腿 依然一副天势老大 他是老二的架势 我说 我受中央的委托 给你谈一谈 先请你看看这封信 我把中央的那封信 放到他的跟前 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 看着看着 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 大体是这样的 资介绍池浩田 孙艺青等三同志 到人民日报工作 人民日报宣传的问题 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 鲁英的二郎腿就放下了 被也不靠在椅子上了 眼神一个劲地打冷 我严肃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 中央里经常插手 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 已经倒台了 现在 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 一 中央决定 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 从现在起 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 我们受中央的 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 在宣传 版面上要请示我们 不得擅自做主 三 你要服从中央的命名 听从中央的指挥 不能搞小动作 不能泄露机密 在关键时刻 你要接受考验 等会儿 我们坐你的车走 同去马上召开 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宣布中央的决定 他呆呆地看着我 我问他 听明白了没有 鲁英赶忙站了起来 达菲索问 是 到了人民日报 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 我对鲁英说 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英说 是 他站了起来 一本正经的念道 中央决定 池浩田 孙铁青等三同志 到人民日报工作 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 参与集体领导 你们要服从领导 具体事项 由池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池浩田说 我们开门见山 先告诉大家 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 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 现在不行了 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 是要清算的 人民日报从现在起 要听党中央的 要执行正确路线 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 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 把人民日报办好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 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 第三 在关键时刻 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 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 感到突然 这也不奇怪 不过 谁唱反调 谁逆潮流而动 谁就没有好下场 我再说一遍 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 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 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 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 就在这天夜里 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 突击写社论 当时 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阵地 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 告诉给全国人民啊 可是 由于种种原因 当时还不能这样做 怎么办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 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 确定社论的题目为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 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 同时 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 融化进去了 10月10日凌晨4时 党中央审定的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10月10日凌晨 党中央 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做出两项决定 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 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当天 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 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 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 发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一致 代表全党全军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共同愿望 采取了断然措施 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 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 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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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0月21日起 首都军民580万人 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 上海 天津 沈阳 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 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 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 无产阶级胜利了 人民胜利了 是的 我们的党胜利了 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 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写的历史教训 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 怎样才能避免 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 必须把权利交给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禁军中 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 坚持进行改革开放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